來,所有的爸爸媽媽晚安 大家都有跟到了嗎? 現在是直播的現場 非常非常歡迎你 再次的到我們的教養直播上面 我們今天要談的議題是說謊 我們今天早上一直在講 有沒有都跟上了呢? 有上線的爸爸媽媽趕快來 我們趕快到直播的現場來討論 我覺得這樣比較熱烈一點 因為我喜歡這樣的感覺 大家都在這邊 然後你有任何小朋友的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這邊一起留言 然後這樣子有臨場的感覺 你會覺得說 你好像真的是在問整的感覺 或者說是你真的是在問小朋友問題的感覺 好,來,都有來了嗎? 我希望大家今天晚上都要跟到 今天談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小朋友說謊 那為什麼我要談小朋友說謊? 我早上PO的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來,晚安,大家好 我都有看到你們喔 我早上PO的你有沒有看到 兩歲的孩子就已經會說謊了 然後呢 四到六歲的孩子呢 有超過五成以上有說謊 六歲以上的孩子有九成以上 你問他們,他們自己說 我有說過謊 OK,好 所以說謊好像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可是當孩子說第一個謊的時候 或者是常常說謊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很嚴重啦 對不對? 那當我們覺得很嚴重的時候 我們的處理方法如果不對的話 讓他們更加的逃避 那他們其實是更愛說謊 或者是更會說謊的 所以如果你用不對的方法 還繼續在教小朋友的話 那小朋友可能會維持說謊的習慣喔 所以今天算是一個品格力的一集 算是一個情緒教養的一集 算是一個讓孩子心智能更成熟 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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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誠實 其實誠實在很多很多研究裡面發現說 其實是成功的其中一個要件 可是你說,哇!每個都會說謊 哪有誠實的人啊 我說其實說謊也有善意的謊言 也有惡意的謊言等等的 我們今天一定要把它分清楚 那...所以我今天呢 請了兩個特別來賓 我們沒有什麼...什麼經費可以請 很厲害的特別來賓 好!那我們就請誰來呢? OK!來! 來!第一位特別來賓 大家來掌聲鼓勵鼓勵 他是誰? OK! 佩佩! 好!佩佩今天... 佩佩!你好! 今天到我們的直播現場啦 歡迎歡迎 很高興來這邊跟大家見面喔 我是佩佩 好!那你弟弟咧? 你弟弟咧? 他就動作很慢耶 走路慢吞吞 一天到晚被... 媽媽罵 OK! 空隆... 空隆... 我來了姐姐你在說我會話嗎? 沒有啦沒有啦 我怎麼敢呢? 好!我們歡迎佩佩跟喬治 今天加入我們的教養的一個現場呢 好!OK! 那一開始的時候 應該要來一點主題曲好不好 來! Consum of Music 來!OK!預備!開始! 念你吧 念你吧 念念念念念念你吧 念你吧 念你吧 念念念念念念你吧 念一個圓圓 念一個方方 念一個品質不差的花 好!我們掌聲鼓勵! 我們歡迎他齁! 那我們今天要講說謊 我們必須要有這兩個主角齁 好!我們來演一下喔! 有些人說我很愛演喔! 好!來! 我覺得這樣比較生動一點好不好! 不要說我很愛演好不好? 那我... 我跟你們報告一下齁 我...我前天在講喔! 說那個... 恩... 昨天還是前天啊 蘋果劇團來邀我 明年要去演舞台劇 你們贊不贊成? 贊成的請舉手! 好不好! 好!那... 明年演舞台劇齁! 好!那... 我...我原則上是答應了齁! 所以明年呢 你可以在舞台劇上面看到我 我用演出的方式來談教養 佩佩你說好不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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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治你說好不好 恐龍 我問你好不好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今天講的是說謊 那我一樣啦 先演一段好了 用佩佩跟喬治他們難得來嘛 譬如說我是豬爸爸 然後佩佩跟喬治在這邊 好 就把他說 地上的玩具亂七八糟的是誰丟的啊 誰 佩佩 是不是你啊 你說是不是你丟的 不是 是弟弟 是弟弟 是喬治 喬治 是喬治 是嗎 喬治 姐姐說是你丟的 玩具是你丟的嗎 還是誰丟的 恐龍 什麼恐龍丟的啊 見鬼了 什麼恐龍丟的啊 OK 好 這個就是我要講的 就是當我們很嚴肅的時候 好 佩佩 誰丟的 是不是你丟的 下次如果再亂丟的話 我就把你玩具全部都丟掉 像不像你的教養呢 OK 喬治 跟你講完了 已經跟你講了好幾百次了 你下次玩完具就一定要收起來 不然的話踩到腳腳 不是又在那邊痛嗎 那你如果下次再怎樣的話 我就不管你了喔 OK 好 很像我們的教養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會罵他們 我們會很嚴格的呵斥他們 最後呢 什麼恐龍啊 誰說是恐龍丟的 亂說 你說謊 怎麼可以說謊呢 OK 我們就開始很著急了 我們就開始非常非常的著急了 我們就開始非常非常的緊張了 說謊 你天哪 你才兩三歲而已 你就已經會說謊 那你長大了以後要怎麼辦呢 台語有一句話叫做什麼 小孩什麼 小孩頭蚊蚵 大小 大小 頭蚊蚵 就是長大了之後就可能會牽 就可能會去偷牛了等等這樣子 我說 想太多了 我剛才不是跟你們講嗎 有百分之九十的孩子在六歲的時候 是會說謊的 那難道去偷牛的孩子 有百分之九十這麼多嗎 OK 好 所以恐怕呢 我們應該是來找方法 而不是非常非常的緊張 馬上就呵斥 佩佩 你為什麼可以說謊 你明明就是我看到地上的娃娃屋 就是你的 你為什麼還說是喬治的呢 說謊 你說謊的話 我就處罰的更重 你如果誠實的話 我還老你一命 OK 好 喬治 到底是你還是姐姐 還是你們兩個一起的 如果你再不說實話的話 那我就怎樣怎樣怎樣 OK 這種咄咄逼人的方式 還有這種情緒很強烈的方式 請問誰要跟你說實話 誰要跟你說實話 所以呢 你只是讓他編了一個謊 然後再用另外一個謊 來把它圓得更圓滿而已 結果你更生氣 你就會來問我 你就會來問王老師講說 天啊 我的孩子才幾歲 然後編得非常非常的像 連我都不知道說 應該要怎麼樣教了 對 問他有沒有 沒有 是不是你幹的 不是 OK 那其實我早上其實在預告的時候 我也講了啊 他如果誠實 你會不會罵他 會啊 喬治是你丟的嗎 對不起爸爸 你齁 如果下次再給我亂丟的話 就把你恐龍沒收 OK 好 他誠實 你也罵他 他不誠實的時候 不是我 不是我 你怎麼可以說謊 你怎麼那麼小的時候就愛說謊呢 對啊 其實我一直告訴你 就是要誠實啊 或者說什麼 開始就會很會碎唸了 開始就很 就開始一直在碎唸了 所以我說其實我們在教掌過程中 誠實也被你罵 不誠實也被你罵 請問你會選哪一個 你會選哪一個 要是我 我會選不誠實 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一個呃 僥倖的心態 看看我能不能閃過去 如果可以的話 我就可以有小確信 對不對 好 就會有這樣的一個感覺 所以看起來教掌的方法真的得學 齁 真的得學 好 OK 那我歡迎更多更多的爸爸媽媽 上來我們的直播節目 也歡迎你們幫我們分享出去 現在就在直播的現場 沒有錯 你就在直播的現場齁 好 好 來 羅傑 我有看到你 有上線齁 媽咪 你好 好 周小雨 我也有看到你齁 媽咪 歡迎你齁 非常非常歡迎你們 好 有人說遲到了 趕上了 沒關係沒關係 沒有遲到 我還沒有開始講 我剛才只演了一段 我們可能發生了錯誤的教養帶是什麼 那我接下來要開始講的是 你看我們每一集都做 做手板 都很認真的在做這些 這些東西 好 來 不同的說謊類別 解決孩子的說謊行為 你知道說謊有四個類別嗎 好 來 有媽咪說 有跟小朋友一起看我的直播 好 非常歡迎啊 當然歡迎啊 你說適不適合 我覺得還蠻適合的啊 對啊 齁 就是其實有時候小朋友會覺得 欸 你在演我欸 OK 好 所以我為什麼要演舞台劇給你們看 原因是因為第一個要先讓 教孩子第一件事情要先讓孩子感同身受 欸 那是我欸 那就是我欸 老師在講的是我欸 OK 好 好 那等到嘿嘿嘿嘿 在那邊傻笑 我也會這樣子說謊欸 嘿嘿 我也會這樣生氣欸 嘿嘿嘿 我也會這樣子不專心欸 OK 那個時候呢 我們就有 我們就可以切入 喔 對齁 所以呢 你就是都跟佩佩一樣 玩玩玩具不收的 那你看佩佩 對齁 佩佩最後被爸爸罵了 那你要被爸爸罵嗎 OK 用例子 具體一點來教 好 這是我很喜歡的一個方式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樣的一個方式 好 來 呃 也有媽咪今天第一次看到直播是不是 好 歡迎你 非常非常歡迎 我歡迎所有的媽咪一起 還有爸爸也一起一起加入 其實我們都在找方法 我們都在找方法 好 OK 那第一個 你的孩子可能的說謊的原因是什麼呢 好 我們來看看 齁 好 第一個類別是 嗯 幻想出來的情節 好 你等一下投票看看你的孩子是哪一個 第一種叫做 幻想出來的情節 舉例來講 呃 孩子可能會上了學以後啊 前一陣子我們不是在開直播來講那個上學的問題嗎 那你的小朋友如果不想要上學的時候 可能就會變一大堆的 呃 呃 呃 奇奇怪怪的理由 像 像 我就曾經聽到小朋友跟他的媽媽講說 媽媽 我發燒了 我不要去學校 我今天在學校裡面發燒 喔 你發燒喔 啊老師怎麼沒有跟我講 因為我沒有告訴老師 對 我真的發燒了 喔 那我有量 我還有看溫度 那 你幾度啊 我45度 我45度 哈哈 OK 我45度 那你在問他一次的時候呢 他說什麼呢 我 不是 不是45度 是54度 OK 好 那好像這烤肉一樣 好 好 好 發燒這麼高耶 OK 所以 這個可能是想像出來的 這可能是有某方面的焦慮 或者是年纪偏小 年纪偏小的小朋友的话 可能会有幻想出来的情节 会有幻想出来的情节 讲得非常非常的天花乱坠 那这个时候呢 爸妈怎么办呢 因为这一群的小朋友通常是三岁以下 刚学会讲话 刚学会讲话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我曾经在请你跟我这样过 已经是五年前的节目了 我讲过一个例子 我自己的孩子在大概两岁半的时候 妈妈出去上班 然后爸爸带着他 然后就开车 然后最后去接妈妈 然后呢 然后妈妈就 妈妈就接到妈妈的时候 妈妈就问小朋友说 人生有没有乖 有没有乖 然后他就说有乖 那你们刚刚去哪里啊 OK 然后小朋友就 那个小朋友就跟妈妈讲说 爸爸在 冥冥阿姨 在车上 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爸爸在冥冥阿姨 对 那 你想一下奇怪 哪里来的冥冥阿姨 对 那 那我刚才就在你啊 哪里有冥冥阿姨 那是十年前的事 你怎么会知道呢 OK 那结果呢 后来发现 是他正在学语言的阶段 然后会听到大人讲 冥冥怎么样 然后呢 又看到车子前面呢 有一个阿姨经过 然后爸爸突然停车 所以他就把冥冥阿姨 车子把它套在一起 这一段 这一个年龄的说谎 多半是用兜的 用幻想的 OK 爸爸在冥冥阿姨 好 差一点 没把我害死 好 这个第一个 幻想出来的情节 那这种说谎的话 可能是比较没有关系的 那 很多爸妈妈说 那难道要顺着他的话讲吗 来 各位 如果你不喜欢孩子 讲不真实的话的时候 其实很简单 你不要跟着他笑 你跟他讲说一点都不好笑 你再把话讲清楚一点 我没有听得很清楚 那孩子就不会觉得 那个用鞭的这件事情 会吸引你的注意力 所以你只要 稍微严肃一点点 嗯 我怎么觉得不对啊 然后又不会跟着他 在那边笑的时候 其实他是不会重复讲的 不然的话 两三岁的孩子会因为 你笑了 他会更爱讲 你说有没有呢 好 来 然后来 这是第一个 好 有人说 为什么今天脸跟耳朵红红 因为很热 你知道吗 还要演 真的是说学逗唱都要会 真的开直播 真的是会累死人 好 但是为了台湾家庭的教养 我觉得 用轻松 简单的方式 在这个八点的这个时候呢 跟所有的妈咪 能够 就是用 用很 很 很简单的方式 告诉你们这些 正确的方法 我觉得蛮值得 蛮值得 我们 我们投入这么多的时间 在准备这些 你看 要准备手把 好 来 我们刚刚中断了一下下 因为连线的强度不足 好 所以其实 对 好 sorry 大家重新上线咯 有没有跟上呢 好 我们再一次 我们第二段影片 我们把下面的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都把它讲完 来 所有的爸爸妈妈妈 我们现在赶快上线咯 好 我们来跟上 我们的影片刚刚有点点小小的中断 我们现在要 接着要讲第二个 来 有在现场的 我们赶快出来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不然的话 大家都不知道是在这边 重新又开了另外一个 直播的一个视讯 好 OK 所以 新的机子 真的还是不太会 真的还是不太会用 好 OK 好 那至少我们能顺利开直播 我们就已经很感谢老天爷了 好不好 所以 希望是更多人收看 现场现在还是有两三千人在 在现场 我们一小时的直播的上线人数都超过六万人 OK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在关心教养 好 OK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是什么样的呢 来 第二个就是情急压力之下的逃避 好 OK 那其实我刚才演的佩佩跟乔治啊 的那一段啊 就是乱讲一通 乱兜一通 然后乱说一通的 那个就是情急之下的逃避 那这一类的小朋友说谎啊 譬如说 诶 如果你问他说 到底你们两个吵架是谁先打谁的 OK 那 一定哥哥说弟弟 弟弟说哥哥 好 互相栽赃 就会互相栽赃 好 所以这个就是 呃 情急之下的逃避 然后弟弟可能会讲说 哥哥刚刚打我 或者说是什么的 可是你一问之下 搞不好是十年前以前的事情啊 OK 会翻旧帐 所以当外在的压力跟情绪越强的时候 其实孩子越容易说谎 那你说难道都不用教吗 难道都不用教吗 我说不是 不是不用教 而是你必须要跟 跟孩子好好的说 来来来来来 我觉得 我觉得 我想要听两个人讲实话 如果你们现在 没有办法 跟我承认的话 我宁愿不要听你们说 OK 那我觉得用这种气氛跟用这种语言 很诚恳的告诉孩子 你要诚实 我觉得诚实才是上策这件事情 是更重要的 而不是你用逼的 然后结果呢 他要承认不承认的 不承认又被你修理的再更严重 我不觉得这样的方式是对的 所以我说这个必须要学 这个真的有一门学问在那里面 所以我才要大家今天赶快来看直播跟分享我们的直播的用意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都会用情绪去处理孩子的问题行为 可是不见得是有效的 我不是说打没有效吗 对啊 那打既然没有效的话 那表示这个教育方式是不可以的 那如果说谎的当下你直接很大声的喝止说你如果这下次给我说谎的话 你就给我试试看 结果呢 孩子还不是下一次继续说谎 为什么 因为来自于压力啊 来自于压力啊 那这样子一点都没有交进去 所以他可能不会对你说实话 你不是他可以说实话的人 所以这是第二种情急之下的逃避 譬如说栽赃啊 或者是乱讲啊 有没有小朋友上幼儿园的时候 然后会跟爸爸妈妈讲说 老师打我 老师打我 老师骂我 有耶 如果有的你赶快上来留言 我希望大家不要再潜水了 通通都来留言 越多越好 为什么 因为你这样子 我觉得大家上来留言 有一个好处 我稍微讲一下下 你会让别人觉得 啊原来我的 大家的孩子都跟我一样 你们不是很喜欢上妈妈的社群吗 那为什么 因为你想要听到 原来我现在担心的这个行为 其实不是只有我家的孩子有 你说有没有呢 如果你说有的话 赶快上来留言 我说所有的爸妈 不要潜水看直播 你就直接上来写一些字 让大家觉得说 哦有这么多人聚集在这边 而且呢 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 我觉得这挺好的 这是我想要塑造的一个 一个教养的一个 一个环境出来 这样才对 可以让你不要过度的担心 又可以让你学方法 所以在学校里面 我们刚才讲到 在学校上学的时候 老师打我 老师怎么可能打你呢 半信半疑的 让爸爸妈妈很想要去问老师 说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 我说有的时候 这一群的小朋友说谎 是被诱导出来的 为什么 因为你回家的时候 总是会问他说 你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啊 有没有乖乖听老师的话啊 OK 你就提醒他了 我如果要 我如果要讨厌学校 不想上学的话 我就说 老师打我 OK 被引导 被误导了 所以我说 难道回家问他 学校发生什么事都不行吗 我说可以 当然可以 但是不要是很刻意的 有压力的去问他说 你今天在学校怎么样 有没有乖乖啊 有没有又闯祸啊 有没有又怎么样啊 老师有没有又怪你啊 老师打我 那个说谎就被你逼出来了 那个说谎就被你逼出来了 所以这是第二个情急之下的逃避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 好来第三个是什么呢 好 第三个是 吸引注意力的说谎 吸引注意力的说谎 举例来讲 好 如果 呃 爸爸妈妈家里面可能是有手足的 总是你其中一个孩子 另外一个孩子呢 另外一个孩子其实是 是被忽略的 尤其是老大 这个时候呢 孩子可能就会编一些 没有 你没有从来没有听过的谎言 然后来 来让你觉得大吃一惊 这个时候你才会跟他对话 跟他讲话 好 吸引注意力的说谎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来大家赶快来上线来留言哦 我希望大家都来留言 可以让你们自己知道说 哦有那么多的 爸妈妈关心这个教养 而且有那么多的孩子 都跟我的孩子 一样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应该找方法 而不是很过度的焦虑 好 我自己的孩子就 就老大就跟 阿公阿嬷讲说 他就跟阿公阿嬷讲说 老师今天考我们九九成法 然后呢 我都不会 我考班上的最后一名 我的老大 我的老大大班 那阿公阿嬷听完了以后呢 就马上骂我 他说 你是怎么教孩子的 我以前也没有让你在班上 变成最后一名 结果呢 Ranson回来讲说 他今天考九九成法 全班是最后一名 OK 我就一头雾水 你知道吗 我就 我就一头雾水说 奇怪 我 大班怎么可能教九九成法 我送去幼儿园 是希望他开心的玩 开心玩游戏 他教九九成法 或者是太早教写字 都不是我想要 都不是我想要教的 这样子一个方式 对 结果后来 我问了老师 我就问了老师 老师说 没有啊 我们哪有教九九成法 后来我在问孩子 孩子就笑一笑 笑而不答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所以你说谎咯 OK 我就这样跟他讲 所以你在说谎咯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谁叫你都理弟弟不理我 所以他 孩子会想要吸引你的注意力 而去编谎言 尤其是聪明的孩子 所以国外的研究发现 其实我今天下午一直在整理 很多很多的研究报告 因为我要录一集 我一定要看过很多很多的证据 跟很多很多的科学报告 才能跟你们对话 呃 美国的研究发现 六到十二岁 说谎技巧越好的孩子啊 他的记忆力越好 他的 他的 的认知能力 跟聪明的程度是越高的 OK 所以啊 如果你的孩子非常非常聪明 非常非常的反应 非常非常快的话 OK 那我觉得更要好好的 跟有耐心的去处理说谎这件事情 当你已经发现 他在用说谎这件事情来 取得你的注意力的时候 你要非常非常小心 好 这是第三个 好 再来我们把第四个讲完 第四个 有可能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呢 好 想要获得肯定的说谎 来大家有没有看到板子 想要获得肯定的说谎 什么叫做想要获得肯定的说谎呢 OK 举一个例子来讲 好 我今天在学校里面当小老师 我帮老师做好多事 老师呢 要我去拿抹布 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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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户 老师要我去帮孩子收便当盒 老师要我去整理资料夹 老师要我去帮忙排鞋子的整齐 OK 我今天帮老师做了好多好多事 真的啊 你怎么这么棒啊 你真的是当小老师 你已经长大了 我好喜欢你 OK 结果发现说谎 结果发现说谎 那当讲出这一类语言的时候的说谎的时候啊 那你发现是说谎的时候 你不要急 你真的不要急 因为这一类的孩子 想要获得赞美跟想要获得肯定啊 可能是你平常肯定他跟鼓励他比较少 或者是这阵子受到了冷漠跟忽略 各位想一想有没有这样子 所以他必须要来说他出了多厉害的事情耶 他很很棒哦等等哦 当弟弟做好一件事的时候 他也赶快要过来说我也很厉害啊 对啊 我今天在学校也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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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OK 他在哭我还过去安慰他呢 那整整那个东西 那这个的话 如果第四点的话 其实在提醒父母一件事情 这个孩子最近少了鼓励 少了关怀 可能有一点被忍弱跟忽略的 OK 如果你知道这说谎的这四项原因 到底是因为想象出来的 还是情急之下的逃避 还是因为要吸引你的注意力 还是因为想要得到肯定 你能分得出来 你接下来的做法就会是正确的 各位这样知不知道 所以你先投个票 你家的孩子到底是因为哪一个原因说谎的呢 如果你看完我的直播 你自己已经可以去分析出来的话 那我告诉你 你接下来的应对的方式 绝对就是正确的 所以这是一二三四的这四点 好 所以刚刚有讲了 美国研究发现会说谎的 其实他的记忆力是比较好的 好 那加拿大的研究也发现 从三岁 从三岁开始 就会说善意的谎言 我今天早上有没有讲 妈妈 你煮的实在是太好吃了 OK 好 我不管你要不要承认 你很多人留言说 我相信他讲的是真的 我一定要相信 我觉得我没有看到这一篇文章 妈妈你煮的实在是太好吃 妈妈你今天好漂亮哦 OK 好啦 偷偷讲啦 你如果这一段不想看的话就算了啦 有的时候他可能是因为下面要得到什么东西 得到你的赞美 得到你的回馈 然后或者是想要吃少一点 先跟你讲很好吃 我觉得好好吃哦 我已经吃饱了耶 谢谢妈妈 OK 转移你的注意力 三岁 三岁就会这样子了 那另外国内在2006年的时候的研究发现 女生比男生会说谎 OK 你以为男孩子不要会说谎吗 OK 女生比男生会说谎 原因是因为女孩子需要更多的社会的认同 跟同才的认同 跟别人的认同 所以你家如果是女儿的话 你家如果是女儿的话 请你还是要多多的关心她的心理的状态 多跟她聊天 多陪伴她 不要忍弱她 因为呢 她其实更需要人家的肯定 那男生就比较大辣辣的 比较粗啊 比较没有那么的细线条 你有没有发现呢 所以养男育女大不同 养男育女大不同 你研究发现 女生比较会说谎 还有这是几个研究上面的一些发现 那另外 如果你想要引导孩子 不要常说谎 不要爱说谎 你可以说谎 你可以有说谎的能力 但我不希望你说谎 OK 我今天也有几个绘本也不错 来 这个是我一点也不怕的绘本 这个里面其实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小老鼠大麻烦 这个这一篇里面的故事是在讲 小老鼠明明很怕 但他还是 他说谎 说他一点都不怕 这个是我们刚刚来 刚刚讲的哪一个呢 第四个 第四个 不怕你还说怕 明明就是很怕你还说不怕 那所以呢 你是想要获得肯定 你想要让别人觉得你很厉害 OK 那你可以看一看这一个绘本 他怎么做的 如果有空的话 那另外一个小老鼠大麻烦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绘本 那他这里面呢 其实是在讲的是情急之下的逃避 就是这个第二点 我们刚才讲的第二种 再解决第二个 情急之下的逃避 小老鼠把 简单讲一下 简单把它讲一下 小老鼠把东西弄得乱七八糟 结果栽赃给猫咪 栽赃给猫咪 所以这个叫做情急之下的逃避 你的说谎 该怎么样解决 最后是怎么样的结局呢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这两本书 好 我一点也不害怕 那还有另外一个小老鼠大麻烦 都是小天下出的书 其实我觉得这些品格力的这些绘本 我平常都一直非常非常的推 好不好 好 那这个书里面的后面 好像也有一些学习单 有一些学习单 可以自己去操作 可以让孩子去玩 我蛮推荐这一套的 我自己的小朋友都有使用这个 好 另外呢 最后还是要跟所有的爸爸妈妈讲一下 教孩子比IQ更重要的是 我一直在强调 现在是3Q的一个世代 刚刚有妈妈讲说是哪一家出版社 来 这个是小天下出版社的 这个是小天下出版社的 好 那我们的书教孩子比IQ更重要的是 我每次开直播 我就一直在跟各位喂教 我认为现在是3Q世代 EQ要好 AQ要好 EQ就是情绪伤数 AQ就是挫折容忍度 要好 CQ创意指数也要好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希望今天看完所有直播的妈妈跟爸爸呢 能帮我分享出去以外 有空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翻翻看 我写的教孩子比IQ更重要的是 这里面有200多个育儿游戏 可以让你跟孩子在家里面可以简单的互动 那也告诉你哪些应对是对的 哪些活动跟游戏会增加你们的亲子上面的这些关系 所以这里面总共有21章节 然后有200多个游戏处理 教你交出自律 和群 好学 有礼貌的孩子 还教你 教出自信 坚强 耐挫 可以负责任的孩子 还教你 可以专心创造协调爱思考的孩子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开的这一集直播 告诉你说谎并不是坏处 但是如何引导说谎的孩子变成不会说谎的行为 这才是现代父母应该要学的最难的一门的一个功课 所以如果还有任何问题的话 那欢迎在这一则直播下面继续的留言 我们呢 我会尽量的有时间的话 我会尽量的跟你互动 然后呢 我也会尽量的解答所有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板子要记得哦 一定要分享出去哦 不同孩子说谎的类别 应该要怎么样处理 你要先知道哪一二三四个 然后呢 才能对症下药 那所以我觉得有效的教养 就是要先懂孩子再懂教 好不好 好 来 有人说这两本也要怎么买 这两本在天才领袖的官网上面其实都有 天才领袖的官网上面都有 大家可以来逛一逛 好 那也可以到书店先翻一翻 然后不急 我觉得你认为好书的话再买 我们不急 但是我选过的书多半 我觉得那里面要有寓教娱乐 然后还要有一些教育意义的 大家可以看看我选的书 这样子好不好 来我们的直播我们下次见哦 希望大家都帮我分享出去哦 CQ是什么 来 来 谢谢佩佩玛米 CQ就是创意智能 在这一本书里面 有写创意智能 好 那所以 如果呢 还有任何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翻翻书 大家也可以到我的官网上面 天才领袖的官网上面去看一看 上网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 好 我们下一周的直播呢 也来谈幼儿的一些品格力的一些问题 那你们有任何想要我开直播的议题 都欢迎大家留言 也欢迎所有的爸爸妈妈 尽量的帮我们分享出去 这样的话 再累的话 我都觉得非常非常值得 我们下一周再见咯 OK 好 拜拜